今年的新冠疫情让还没走出寒冬的电影业又雪上加霜 春节党电影集体撤党影院关停 按目前的形势 剧组不能全面开工影院不能全面开业的状态 可能持续到二月底甚至更久 再按春节党到二月底来算 根据过去两年的数据 全国票房预估损失约120亿 这将占到全年总票房的约20% 而九妈肥龙过江网播事件 给影视行业增加了新的变数 有人担心这将成为一种常态 威胁到制片方和影院之间 多年来形成的稳定利益关系 疫情结束后 春节党情人节党积压的电影 都需要在后面的热门档期消化 五一档暑期档国庆档贺岁档 这些档期原本也早就有电影做准备 档期之争扎堆上映 或许会成为电影行业 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想法自就外 疫情后的电影行业也期待着 国家政策的帮助 影院端 有些企业已经响应提倡 对商户租金给予不同期限 不同幅度的减免 而全国其他大多数影院 都得自行解决